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已经迈入第25天了 这回是俄罗斯的国防部证实 他们首度在实战当中使用了极音速的飞弹 轰炸乌克兰的弹药库 到底什么是极音速飞弹呢 它的时速可以超过5000公里 非常难以掌握或是拦截 您可以看到在几十分钟之内 就可以打击到数百甚至数千英里以外的目标 很难以被地面侦测 也很难以被拦截 如果它还可以吸弹核弹头的话 它的危险性是立刻倍增的 目前其实包括美中俄罗斯 还有北韩等国的研发 都有在研发极音速飞弹 专家现在认为俄罗斯首度在战争当中 动用极音速飞弹 主要就是要给乌克兰 还有西方国家的一些警告 代表俄罗斯是有能力进一步升级冲突的 俄罗斯空袭乌克兰各大城镇 首都基辅第二大城 哈尔科夫等地满目窗移 进城废墟 针对乌克兰西部 一座地下军用弹药库 俄罗斯更在第一次实际战斗中 动用极音速飞弹 专家也指出 极音速飞弹处了速度快 但到也与传统巡异飞弹不同 更加难以防御 根据美国国防部指出 极音速飞弹飞行速度至少音速5倍以上 在地球大气层周边飞行 飞弹能在十几分钟内 攻击数百英里外的目标 而且难以被侦测与拦截 如果攜带核弹头 对其他国家的威胁性更是倍增 在俄罗斯发动入侵乌克兰 特别军事行动前的2月19号 普丁曾经下令过 实施核弹战略演习 当时演练的项目 包括西弹核武的空中飞行器 以及陆地的发射装备 普丁也称赞 匕首可以用音速十倍速飞行 是完美武器 目前美国 大陆 俄罗斯以及北韩 拥有极音速飞弹武力国家 而俄罗斯在实战中 首度使用极音速飞弹 专家分析 这是俄罗斯给乌克兰和西方国家 寄出的最后警告 代表俄国有能力提高冲突 如果这场战争有外部势力加入的话 俄军也会提高赌注 记者廖万宇报导 现在根据乌克兰的官方推特统计 从2月24号 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开始 已经有1080枚的飞弹射向乌克兰 光是儿童就有112个人死亡 同时还有140个人受伤 另外还有669间的学校 你可以看到在这个地方还有110期间的医疗设施 另外同时有超过1000栋的民宅都被遭到了破坏 不过其实这个两国开战在今天进入第25天 各方的说法还有情势又是如何呢 我们帮大家整理出来看一下 这是大陆的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 他是在一场安全论坛当中 他提到了大国因为很担心卷入冲突 就不断对小国开空投支票 结果就让小国在前面来卖命 他说隔岸关火 根本就是只是让商人赚饱饱而已 他也特别提到了 其实北约不应该过度的东扩 你把俄罗斯逼到没有退路之后 最后只会伤害到一般的老百姓 而另外这位他是大陆外交部的发言人赵立坚 由于他每次的发言态度都非常的强硬 因此大家叫他外交战狼 这一回他在一场记者会当中 他特别提到了 中国大陆现在提供给乌克兰的是一些人道主义的物资 提供了哪些呢 提供了毯子 食物 奶粉 还有睡袋等等 但是他话风一转 他批评美国你不断提供的是一些致命的武器 好 当下在这个记者会上头 其实面对很多外国媒体记者不断的质问他 同时也问他说 那你对于这个平民死伤这么多 你有什么看法呢 当下其实赵立坚的态度很强硬 他直接对这个外媒记者提出六个问题 他说请你去想一想看 我们帮大家整理出来 第一个就是你美国根本就是这场战争的始作俑者 为什么你不断的抹黑中国大陆呢 另外你应该要反思一下 北约过渡的东扩所造成的欧洲安全困境是什么 东西方国家对抗 现在乌克兰已经成为一个前哨战了 还有就是美国你一直不愿意实质派兵支持乌克兰 只想要隔岸观火 这难道不是所谓的虚伪作为吗 另外他也问 他说现在乌克兰已经变成大国的牺牲品了 这个为什么欧洲会成为大国博弈的竞技场呢 乌克兰难道不是成为你大国之间静和的棋子吗 当下他的态度很强硬 同时他也说 我大陆提供的是一些人道主义物资 美国你给的是致命武器 不过来看到此话一出 这个乌克兰方面非常的生气 这一名是乌克兰的一名女性的副总理 他就直接批评赵立坚 你这样的发言非常的不严谨 配不上可敬的国家地位 他直接说了 我们根本不需要毯子这些用品 我们需要的是实质的武器 能够来保卫国土 同时他也说 不然你可以去询问 160名大陆学生的意见 因为最近我们刚刚才把这些人 从乌克兰还有俄罗斯的炮火当中 给平安救出来 但是现在美国另外一方面 他们也有最新动作了 北约难道真的是过度东扩吗 因为最新消息传出来 包含所谓的标枪 还有刺针飞弹 最近是这个乌克兰 他们都已经证实了 的确最近会有一批武器 会提供给乌克兰 好 当然你可以看到 现在包含这个乌克兰 还有中国大陆 他们两个之间互相的放话 还有呛吓 同时也就是在这个习拜 视讯通话当中 习近平他也直接 告诉拜登了 你俄乌爆发战争 其实根本就是一个巴掌 拍不响 解铃还需要系铃人 你美国根本就是当事人 对此退役宗教 帅华明他指出了 这把火到底是谁放的 其实大家都很清楚 不同种族 不同种族 不同宗教的国家 各有他的体制 对不对 那你在一直强调 你什么阿拉伯之村的橘色风潮 都在推销你的体制 民族体制 那中国大陆说我不能接受 你给我扣帽子 就是好像不对的 第三个 不寻求强化跟同盟关系 你不是一天到晚在拉欧盟吗 你今天挑起武俄会战 这个维基来 这个芒果干来 是不是欧洲的 西欧跟中欧的形势有变呢 原来德国跟法国 本来就不太甩你了 欧盟很多主张自己 马克宏讲到要成立欧洲军 可是这个一搞 普提讲说一句话 降低核子标准以后 这些国家都转变了 连荷兰 瑞士 这些芬兰通通 等于美国很成功地拉到盟友了 那你现在还要我 习近平断掉苏联这个盟友 有道理吗 对 不支持台独 那就是反过来倒打一耙 你又在暗中支持台独 你要不要同意这个 所以这个是双方 在扣人家的帽子 或者是预防 你前面那四点你做得到 对不对 所以最后的结论就很清楚 这把火本来就是你烧起来的 解铃人还细铃人 你不去解这个结 人家怎么帮忙 那大家观众也会问 那你中国为什么不愿意调停 他这个时机能调停吗 当调解人一定要是双方 三个情况 一个是大家打得筋疲力尽 打不下去了 这个时候我出面 一个是我已经占了优势了 弱势这方没有台阶下 今天这个台阶最难下的是什么 这些各省变成独立国 领土的问题 任何一个国家领袖 最怕就是说我的领土隔地赔款 清朝被后面人骂了多少 隔地赔款 商权辱国 这个是轮车司机没办法答应的 但是苏联说 我已经造成继承事实了 你们要抓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最难谈的 这要等到什么时候 如果轮车司机的乌锡 还想再谋一战 吉普的城镇之外 还能拖下去 我跟你谈 其实刚刚蔡老师 也讲得很清楚 变通的办法很多 比尔兰斯利哥 对不对 俄国他们 俄罗斯以前的传统里面 很多独立国 埃桑尼亚什么什么尼亚 都是他以前的独立国 但是国家的政策 长在俄罗斯手上 那你今天 这边也让你承认一个独立国 这种名称 政治上的人物 永远想得出名词来了 这就是看你有没有能力反抗 所以第二个状况就是说 我优势已经确定了 你找个台阶下 第三个 美国在支持 这个战争再延续下去 所以你看韩战的百分之间谈判打多少 那就是看战场上 你进我退 我进你退 所以全世界 包含我们战争 都希望俄乌这个战争早点结束 对不对 但是结束 一定有结束的条件 这些大国 我拿不到我原来的目的 我会结束吗 所以美国说 对俄国的两个 俄罗斯两个政策都成功了 第一个政策是雷根用经济把你苏联搞垮 趁你苏联现在经济实力不怎么样 那我现在就联络欧盟中国大陆一起把你 这第二次搞垮 老三垮了老二也就势单力薄 对不对 那中国看不到这个状况吗 你把俄国搞垮了 将来你全力来对付我中国的时候 我怎么办 所以这基本盘 我们这样一分析就知道 这个会谈 这个会议是根本是玩假的 只是进一步的扣帽子落实了 你看就是中国不愿意出面 所以这个仗打下去 人死了不死了 这个帽子扣成功了 中国也挑明了 你那些行为你停了吗 你会停吗 对不对 所以这是八千过海各险深着 就是这样 这种会议还有得谈 防疫期间要推荐给大家 使用我们这台旺旺水神 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的生成机 好 这一台其实非常适合 不论你是日常家庭使用 又或者是你家里头是 开门做生意的 有很多防疫需求的话 都非常的适合 感谢观看